而灾区的水电终于可以逐步的恢复了 不过这整起事件会不会对石化业以及台湾的经济造成冲击呢 经过中金院的计算 如果未来到从现在到年底 高雄园区停工的话 全年GDP将因此蒸发0.12个百分点 GDP要保三也出现压力 不过投心业者却认为 现在化学原料供应充足 因此冲击应该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大 高雄气泡事件影响层面不断延伸 荣华宣布5号起大设厂连续停工四天 如果未来大设及人物石化厂配合 彻查管线跟进停工的话 商总前理事长坦言 除了石化产业将受到冲击 今年GDP保三也受到挑战 那么这个气泡当然会对石化业 严重的一种打击 因为石化业现在的很多运输 还是用管线 那管线如果像现在这边没有办法来输送的话 那么这个产业肯定是会受影响的 但是这一次的气泡 因为毕竟石化业对台湾的经济 还算是蛮有分量的 以他的这个企业 类别能够继续发展的话 那可能还是可以到宝山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目前高雄园区加上上下游产业 及原料相关供应厂商等 所有年产值一共有4600亿元 附加加值率为9.7% 如果从8月开始到年底 高雄园区停工的话 经过中金月计算将会让GDP倒扣0.12个百分点 以中金月预估的全年GDP 百分之3.15来看 减去0.12个百分点 今年GDP可能只剩下百分之3.03 不过同样的数字 看在投信业者眼里 问题并没有这么大 我觉得是一个悲剧 可是我觉得对金融市场影响 实际上是真的很有 对经济影响也不大这样子 现在Oversupply很严重 没有什么供应面 不会缺货 现在市场全年那么大 没有什么缺 也不会让人缺货的状况 因为现在是一个Goldbro市场 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 现在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大乱 目前都没有这些现象 高雄气暴事件重创石化叶 但到底是恐慌心理 还是经济重大利空 还有待观察